农业与农机工业部及卫生部料在明年1月1号起 强制有机业者需获得马来西亚有机计划认证 让有机产品符合马来西亚规格标准 农业部副部长蔡志勇今天为马来西亚第五届有机与天然产品展览会主持开幕典礼 至此时这么指出虽然政府目前还没强制有机业者需获得上述认证 不过随着国会已通过1985年食品条例第十八支七条文 市场上的有机产品都必须符合MS1529-2001标准 他说我们将与卫生部联手执行这项新规定 在执行前会公布详情 蔡志勇还指出由该部所颁发的大马有机证书 除了符合大马规格标准之外 也以国际有机农业联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为依规 蔡志勇说 这份证书主要概述有机产品的生产包装储存 运输及买卖等相关指南 同时允许持有者在产品上使用大马有机计划的商标 他说该部希望通过有机业者使用有关商标 可促使消费者更加安心 并确保本身所购买的有机产品绝对货真价实 蔡志勇说 自该部于2001年积极推动有机耕种以来 有机耕种面积已从当初的131公顷 增至2009年的2961公顷 他说有机商店有机餐馆 有机肥料及农药的数据也每年增加 特别是位于巴生谷一带 另外他也当场宣布拨款1万令吉 给大马环境科技及发展中心 以便鼓励非政府组织协助该部推广有机耕种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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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项 大门非常反応 非常反応 有机赚特兰 在评众 上 中 评众 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